人工智慧和区块链等新科技不断的蓬勃发展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像是观光产业区块链数位经济论坛这一天 就有观光旅游业者提出发行虚拟货币来刺激消费力道 对此市府观光旅游局长林小琪就表示 市府会持续关注这个趋势来研究未来的可行性 观光币这样的一个区块链这样的一个推广活动 台湾观光产业在数位汇流的时代该怎么走 因应这个议题 观光产业区块链结数位经济论坛这天在台中来召开 有业者就提出了导入区块链的技术来活络观光产业 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它可以增加客户的回购率 因为你有点数的 你有优惠 所以你会继续回到某个地区某个城市 甚至是某一个饭店或者是某一家餐厅 你去做二度或三度的消费 所以这个对于翻桌率跟回购率是有帮助的 论坛中提到将区块链导入旅游平台 可确保交易资讯的正确 解决资讯不对称等问题 来提升支付双方的信任度 将有助于推动旅游虚拟货币的发行 那这个区块链呢 其实对我们而言呢 它本身应该就是一个信赖机制 然后去中心的话嘛 那也减少一些不管是沟通的时间 或者是认证上安全上的一些疑虑 我想这一些特质 对于我们观光旅游产业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透过这个DI也就是数据智慧 以及这个AI也就是人工智慧呢 能够把客户的一个资料的管理跟行为管理 做一个更精密的一个掌握 甚至呢 它可以透过员工智慧呢 它做一个行为的预测 朱江者也强调 未来区块链结合观光虚拟货币 并整合大数据的功能 让业者更能掌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 记者的讲台中猜不到